我們畫面見到一條非常需要發揮創意的題目 我們一齊來看看 首先見到的這條方程組就是Y和Z這個東西 就是對稱的 就是說我們互換他們的位置 那條色都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X就不行了 你看到第一條色裡面 X的前面搭著6 我們又見到第二條色 涉及到一些二次方 既然是這樣的話 而且Y和Z就平常都是我們拿在一起來說的 所以我們就不如索性討論一下 Y加Z這個東西的平方 將會等於什麼呢 那為什麼我說這條問題需要發揮我們的創意呢 那就是因為接下來 我們需要動用到一連串的不等式 去幫我們縮窄一個範圍 那我們一齊來看看 那不等式就告訴我們 Y加Z這個東西的平方 就小一個或者等於2乘以Y的平方 再加Z的平方 有一塊這樣的東西 那這一塊東西呢 我們見到的方就好像上面的這個了 那這個東西等於什麼呢 就等於2乘以2014 那麼就將這個X的二次方踢過去了 減X的二次方了 那這一塊東西最大是什麼呢 那最大呢 我就當這個X沒有到的話 因為它要追減一個數嘛 就當X沒有到就最大了 那等於2乘以2014了 那麼X可不可以是0呢 那發覺是不行的的 因為這個題目呢 就restrict了我們需要找正整數解的 那就是不可以是0啦 那不過不要緊要 那我們起碼會有一個範圍啦 那然後呢 我們發覺這一塊東西呢 就會小過 六十四的平方的 那為什麼我們找這個完全平方數呢 那因為我們一開始是由一個平方出發的嘛 那這一串東西呢 就幫我們縮窄了這個Y加Z這塊東西的範圍了 那所以我們得出來的結局呢 就是Y加Z這塊東西呢 就小過六十四的 那這個就是第一步了 那第二步又怎樣呢 那第二步我們可以用一用 第一條色了 那第一條色了 那第一條色了 那現在非常之有用了 那我可以說 寫這裡啦 6X這塊東西就等於 我把旁邊的東西又踢過去了 等於24加上Y加Z這塊東西的 那現在又可以用到這一條不等色了 那由於這一塊東西呢 就需要小過六十四的 那所以它們加在一起呢 那這塊東西就需要少於 八十八了 那所以我們解出來 那又會有關於一組X的解 不是 應該是縮窄了那個X的 取值範圍先啦 那呢 X這塊東西就需要少於十五了 那OK啦 我們X和Y加Z這個 我們拍在一起看的嘛 那我們 已經有了第一步了 X需要少於十五的 那下一步怎麼做呢 我們有這兩個條件 那就嘗試再溫多一次 上述的這些東西啦 那我們就會變成呢 今次是 Y加Z這個東西的平方呢 那我說K這塊東西就大過 Y的平方加Z的平方 那很明顯啦 那因為Y和Z需要是正整數來的嘛 那一定有數啦 那我們中間呢 就少了一個 加Y2兩個YC 這一塊東西 那 那麼少了 那所以左手邊是會大過右手邊的 那這一塊東西又等於什麼呢 那我們知道啦 就只不過跟上次 亞派的一模一樣 只不過少了2 那這個就等於2014-X的二次方啦 那那這次呢 我們知道X 那這個 限定啦 那這個X最大 那 那不可以超過15的 那但是呢 我這次就給它面子 所以 當這個X是15啦 那所以這一塊東西呢 應該會大過 2014-15的二次方 那 那 這一塊東西呢 我們再試一試 那些完全平方數啦 因為我們一開始 又是由完全平方 一個square 開始來看的 那這個數呢 就大過 42的平方 那 那如是者我們又縮窄了 關於Y和Z的範圍啦 那Y加Z這塊東西呢 這一塊東西 就會大過 42的 那 那然後呢 我們又用回第一條色了 那第一條色又是時候 又再出動了 又是 6X這塊東西呢 就等於24加上Y加Z這塊東西的 那我們 已經找到它的下限了 那這個東西就需要大過 42的 那 那 加上這個24呢 就是說這塊東西 需要大過 66 那 解到出來呢 X這塊東西當然需要大過 11啦 那 OK啦 我們有一系列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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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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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再缩乏关于x的范围 那我们看一看 那我们用第一条式来看 看到右边这一块是一个偶数 那左边x这一块我不管 但是它前面呢 由于它乘了6的关系 夹了左边这一块也是偶数 那剩下的是什么呢? 剩下可以写成是减 y加c这一块 那变成了这一块我们成功夹到 y加c这一块 那都是偶数 那然后我们怎么办呢? 那又是了 我们看到这个一次方 那不如我们讨论一下 y平方加c平方这一块 有的机偶数又是怎样 那我们既然有这一块是偶数的话 那下一步我们就会有 y平方加c平方这一块 就将会等于 y加c平方 减两个yc 那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那第一块呢 左边这一块就是一个偶数的平方 那偶数成偶数 当然是一个偶数 减 减一个 我不管yc是什么 但是我们看到前面有个2 那凡什么数成完二之后 都是一个偶数 那偶数减偶数呢 那出来这个东西当然是一个偶数 那搞定了 那我们又知道y加c这个东西又是偶数了 那所以呢 那 那 一个偶数 加上x的平方 就等于2014 那2014也是一个偶数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就即是告诉大家 x的平方呢 是一个偶数啦 那既然x的平方是一个偶数 那我们得出来的结论就是x 由于它是正整数范围里面稳解 那所以x呢 它自己都是一个偶数啦 那我们又迈向了一大步啦 那由于 x介乎在11和15中间 那它里面有的偶数呢 就不是很多而已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们得出来x呢 那会有两个可能性的 第一个呢 就是12啦 那第二个就是14啦 那然后 我们有数字就可以代入去啦 那我们 拍个x等于12来看一看 那当 x等于12的人呢 那 那你化检一下呢 那就会发觉 这一块东西 这条色呢 这两条色 那当x等于12的人呢 那发觉这条色化检完之后呢 那就会变成关于y 又或者关于z的二次方程啦 那很可惜呢 就发觉找不到y 和z 在正整数的范围里面呢 就找不到解的 那就好不幸啦 那x就不可以等于12啦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是时候大家讨论一下 究竟x如果等于14的人是怎样啦 那如果x等于14的人呢 那很简单啦 那我们 这两条色呢 就会变成 6乘以14 那么 减y 减z 这一块呢 就等于24啦 那第二条色呢 就是14的平方 减y的平方 减z的平方 不是减啊 是加 那等于2014 那你解到出来呢 就会得出 y z 那呢 就会有两组解的 第一组呢 就是这个 33啦 和27 那第二组呢 当然是27和33啦 那没什么分别的啦 那啊 那啊 然后呢 我们scode在一起呢 那就会有 两组解了 把它拍回x 那没什么花神可以玩的 那所以呢 这次呢 今次的题解呢 xyz拍完一起看呢 那第一组解 就是 14呢 33 和27啦 那第二组解呢 就是14呢 27 和33的 那就是这两组解啦